歡迎回來世新新聞的現場 在港議館報台上有一間 環球鑽台湾最大巨無霸海鮮肉圓的餐廳 是港議館相當有名的宵舍 但是之前卻發生到有一名男主 不敢走開車 經過報台上上山路回轉的時候 醫師因為適控來弄到這間海鮮餐廳和肉圓店 第四店街停在路邊的車輪受損 而且單位也受到相當嚴重的農業 也不是去圍兵協派人家拿著好聽好機車 才走到肉圓店要外帶 一台黑色的車車就直直衝一點來 其中的三陣免中驚一大堂 另外一個角度店家的牽牌比龍 海料很大 路邊的車輪幾台比龍前騎樓 門口前前的單位外購出 桌子也亂七八糟 教室的教室真正記得下車 他年紀輕輕只有十八歲 而且也不會有咖叫 這天開車經過跟他報台中山路 衛生的時候技術是車輪失控 本分局昨天中午一點多 借貨民眾報案 在布袋魚市場前面發生交流事故 遠景到場處理了解之後 是一位陳姓的九十二年次民眾 開車行進這個路段 要迴轉的時候 暴衝去撞到路旁 停放在餐廳前面的一輛車輛還有攤架 造成車輛還有攤架的損壞 駕駛經過百分局九車之後是沒有酒駕進行 不過是五兆 分局全程一規定來處理 肉圓店老闆油漬合共 總共有七種療 有北海道干貝 還有補地黑人 超大村村的肉圓 保留七種的雅療 有干貝、黑人、夾肉絲 體積比普通的肉圓 大兩杯 用錢後外皮、縮脆、Q彈 吃火東西剛好是中島用餐的時間 包括在門前沒有人客閃過一夾 不過肉圓店被浪費 就要暫時效果 也要讓老闆在說很衰 沈英宣伯恩主持人報得點 彩虹報道 社會喔 會 太厲害了 對…很榮幸 對你們棒 我最近聽到一句最感動的話是什麼 說縣長 要是颱風來的話 我們就賺了 他們就在想說 我怎麼克服 當別人沒有辦法 我有 我們就賺了 老一輩啊 種田的人 他們不太計較成本 只問你裝出來的東西 你的品質 是不是能夠給消費者 最好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就是所謂的 嘉義的農業 漁業跟畜牧業 最好的傳承 就是嘉義精神 這個傳承的責任 就在你們的身上